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山雕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土匪 虽然做山雕是虚构的人物 当他在历史上是有原型的 据说他的原型是张乐山 也有人说叫崔小宗 但不管是哪种说法 足见做山雕的影响力是很强大的 据说做山雕生于1882年 他一共有七个兄弟 自己拍老三 所以当土匪之后自称三爷 根据《心态崔氏》读谱中的记载 做山雕曾经有三个老婆 似乎还留下了儿子 做山雕的原配夫人是陈氏 但两人婚后多年未娶 第二个夫人是藏室 不知因何种原因 他也一直没有生育 为此做山雕比较发愁 毕竟当时思想还很封建 总觉得需要留下后代传相伙 所以做山雕一直还想再娶一个老婆 可算自己是当土匪的 整天打大杀杀 这事情也就耽搁下来了 之所以有女人愿意嫁给他做山雕 因为做山雕前妻的行为 还是获得部分人的拥戴 做山雕做草委扣不久 东北就被日军占领 当时做山雕主要的工作 就是跟日本人作对 时不时突击日本人 还跟国军合作 对此附近的居民都还比较拥戴他 甚至做山雕在抗日战争期间 还杀过不少日本鬼的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 做山雕仍旧执迷不悟 还跟国军继续合作 于是便跟解放军作对 结果自然遭到附近民众的反对 逐渐就失去了民情 再后来解放军解放了东北 而做山雕成为名夫妻时的土匪 正当解放军围剿做山雕时 据说陵园外一个小山沟里 有个女子叫秀兰 不知怎么回事 稀里糊涂就跟做山雕 也不知道两人何时就成了亲 做山雕被解放军逮捕之前 据说他安排秀兰离开了 黑龙将被解放时 做山雕看醒醒不对 就让秀兰带上一批金银珠宝离开了 据说秀兰离开的时候 已经身怀六甲 做山雕之所以这样做 是为了给自己留下一条根 可见做山雕的传宗接待 封建思想仍旧很严重 做山雕被逮捕之后 后来在牡丹江的监狱中死掉了 至于他是不是有一父子留下来 这个很难说 如果有的话 这个一父子应该还在东北地区 算算年纪现在也有八十多岁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